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打造厦门这座生态花园之城所做出的努力 一尘春色 半尘花 万寝波涛 拥海来 厦门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 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能和自然和谐共生 中灵玉秀的花园之城并非一日之宫 三十多载春风花雨 相比改革开放之初 今天的厦门如同脱胎换顾 凤凰涅槃 2016年9月15日 超级台风木兰地 以雷霆万军之士横扫厦门 留给这座城市满目窗泥 停水 停电 道路路通 65万颗行道受辅导 是市政人民决定这一个个困难 实现了脑幅树木 三日道路轻障 五日基本清云 十日完成辅数 当月25日 全市市容环境 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 创造出灾后恢复惊人的 厦门速度 面对发展新历程 新机遇 新挑战 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使市政人民农局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木兰地台风灾后重建提升 和厦门会晤保障工作 有机结合 实施市政道路重点提升项目 129个 新增改造城市人民绿地 696公顷 完成营造零绿化 40870亩 实现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恢复加超越的要求 和绿化景观优化提升 市政设施优质完善 市容环境优美有序的 总体目标 显著提升 全市云林绿化美化水平 和市政设施承载能力 不到一年时间 城市面貌焕燃一新 得到习总书记的点赞 获得国内外宾客的一致赞誉 为促进发展 服务民生 使市政员邻居 宁兴俊丽 统筹推动 市政改造提升移居水平 实现城市公用事业的 全面发展 厦门天蓝海阔 空气清新 给五周冰棚 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得益于厦门 全面推广使用 高效清洁无污染的能源 燃气供应上 实现天然气双气元爆炸 全市同一免费更换 浇管和减压阀 瓶装燃气 实名追溯 销售基本达到百分之百 通过设施改造升级 厦门供水供气管网 得到进一步优化 实施水厂扩产能 和全面改造老管网 全市自来水日 供应能力达184万吨 供水安全性大大提高 在城市隧道 通道等一积水点 进行改造和管沟清淤 泵站设备及时更新 海水相寒 跟踪修复 进一步提高 恶劣天际下的排水能力 市容是衡量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市政云邻局 坚持全方位和做 前法相结合 采取多干合一 多相合一 对道路公共标识牌 路灯 垃圾箱 饮水机 公划亭等3741件 城市家具进行规整 干净排香合并率达23.4% 实施道路白盖黑改造工程 完善无障碍设施 推行防盗可调试 下沉时硬井盖 环境卫生方面印尽第三方考评机制 以背接小巷卫生保洁专项考评为突破口 创新过磅称重的考评模式 现今全是135条柱港道 岛内建千条背接小巷 常年可席地而坐 处于捷径状态 同时建立海陆联动机制 全面提高海域暴击水平 每天出动各行船只30余条 坐到海面垃圾打捞无死角 沙滩垃圾停留不超过20分钟 保证厦门的海面常态 保持深蓝状态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厦门率先开启地下空间集约建设的时代 综合管囊建设 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获得 全国地下综合管囊试点城市 绩效评价第一名 2017年10月1日 厦门经济特区 地下综合管囊管理办法施行 规划有统筹 建设有标准 管理有制度 资金有来源 运营有保障的厦门模式 得到了助检部 财政部的充分肯定 并在全国推广 从这规划 我们就是高起点的进行规划 那么那个建设是高标准的 那么运营我们是高水平的 所以保障我们整个管囊的建设 始终是走在我们全国的前面 不管是从规划建设和运营 因为我们而且是用得非常好 不管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都凸显出来了 厦门全面推进建设海绵城市 在国内率先确立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标准体系 海绵城市建设信息化管控平台 也全面上线试运行 一年多来 厦门市政承载力得到了提升 城市支出网明显减少 暴露变得更加平整清爽 市政设施品质和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出色地实现了路平灯亮水通 城市加剧美观简约 市容整洁 市政设施安全保障 优历地保障了厦门会晤的成功举办 也让老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人与自然和谐兴隆的生态环境 一直使厦门人孜孜不倦地追求 在迈向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贯的新征图上 一个个崭新的美丽画卷在这里展开 韩蕊红三叶 临风燕溢成 厦门金砖期间 独享控花技术培育出的 世花三角梅成片开发 花球 花柱 花布 绿胶围点缀 花袋 草坪 依林层次错落的铺开 打造出具有中国元素 闽南特色 海洋文化 厦门魅力的园林绿化景观 全是重要片区呈向了一路易景 花团紧促的绿化景观 城市颜值得到极大提升 素有厦门客厅美誉的云当湖 以梳理和彩化为两大手段 通过环湖社区共建 发挥市民园长创新管理模式优势 提升湖面空间 精致化重要节点 形成清净素雅的整体环境 更多的人能够发出这种 爱我公园的这样一种热情 这样一种心 爱心 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来 对这种不文明行为加以劝导 加以这个阻止 那这样就是达到一种目标 就是人人都当市民园长 人人都来管理 都是这个管理者 那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 形成一个正能量 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种共治共管 在提升园容园景方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灾后重建工作 我们对老旧公园进行了一个改造 比如说松柏公园 南湖公园 对这些公园改造 我们主要改善了整个园区的这种破旧的面貌 同时通过对一些功能一些调整 使这几个老旧公园 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观 滥山海入怀一城如碧 居花香在首 家园四井 厦门在保护改造提升原有公园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社区公园 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等各类公园绿级建设 人们推窗建绿 出门建井 处处是公园 无时不休闲 湿地是城市绿沸 厦门市现有湿地3.5万公顷 环境优美 生态良好 红树林成片 白鹿群飞 连消失多年的国家真心鸟类 紫水鸡也在厦门重新被发现 今天的鹿岛 云林绿化的艺术美 自然美 云绿美与城市环境融为一体 数量达标 分布均衡 功能完备 品质优良的公营体系 使厦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更上层楼 全市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向市人展现一个优美 整洁 高颜值的美丽路导 也是市市政云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按照公共机构带头 市方小区引领 以点待灭 稳动发展的方法 基本形成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 城乡统筹 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格局 大家说这样子 现在这个分类是大家说很好这样子 对整个房间厦门都很好 我们美丽厦门的建设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做的 这个是最基层的 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而且能够做得很好的 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已于2017年9月10日起正式实施 目前厦门岛内1402个小区 已全部开展垃圾分类活动 垃圾检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成效 日渐显泻 全市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0%以上 参与率达80%以上 住建部对我市垃圾分类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厦门的保障包括法规保障 我们出台的那个厦门经济 那个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还有相关的配套制度 我们已经完成了17个 另外还有5个已经在制定过程中 还有资金的保障 还有零严的保障等等 厦门模式远布置一张亮丽名片 2017年上半年 厦门飞下起了全国首条 世界最长的空中自行车道 它颜值高 科技感强 基金关于城市漫行系统预深 一亮相就成为世界的绿色焦点 助力厦门在世界城市治理的 中国方案中 寻找到自己更高的坐标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 群众的满意是真正的满意 是市政员邻居按照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 一港双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 紧抓安全维稳 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组织安全教育培训 加强安保防控 强化应急管理 开展燃气 大飞制围行动 森林防火实现 无烟无火目标 实现了零事故 零差错 为厦门会晤成功举办 定定坚实基础 在北京砖会晤冲刺准备的日日夜夜里 是市政员邻居发扬了顾大局 勇担当 蒋奉献 不严苦的精气神 锤炼了干部职工队伍 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 使命意识 担当意识 凝聚了行业一盘其合力 让市政员邻科技成果 得到展示 创新了行业管理长效机制 最重要的是 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放眼未来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厦门的市政员邻事业 也将有新的飞跃 精雕细琢 铸就宜居家园 将心独运 铸就品质生活 厦门会晤 开创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第二个金色十年 厦门会晤 让世界了解厦门 产生了生态之城 花园之城 文明之城的颜值和品质 党的十九大 已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致兵了方向 风筝器 翻体扬 厦门市市政员邻局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不断提升城市颜值 和市政员邻邻业服务保障水平 为厦门加快建设 五大发展示范室 勇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牌头兵 做出新的贡献 是市政员邻局的工作 包括市容 员邻 氯化 供水 供气等方面 涵盖了大部分 您能想到的民生设施 那么对于厦门 在这些方面工作的成效 市民们对此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一起来听听网友们的想法 莫兰丽台风过后 快速重整的厦门速度 依然粒粒在目 从满目疮痍到迅速恢复整洁 再到重建提升焕然一新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厦门变得更加美丽 更加亮丽了 一分类的行动正在城市铺开 厦门的美不仅表现于外在 更需要市民的参与 一起为城市减负 促进市政事业的发展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层次分明的绿化景观 不断提升的公园品质 这是市民们看得见的城市颜值 而在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城市综合管廊 自来水 燃气管网的建设提升 也在源源不断地为千家万户 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服务 结合再后提升文明创建 是市政园林局在和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 不断突破创新 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让厦门不负高颜值的 生态花园之城的美誉 好 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 by bwd6 by bwd6